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内陆迁移 有些产业就移出中国 接着是美中的贸易冲突 还有数语叫做地缘政治 就是战争风险升高 所以相当多的企业 他布局看的是一二十年 不是当下什么习近平的第三任第四任 他看的是长期 所以就开始把他的工厂迁到越南 甚至迁到对他来讲困难 在招工盖场里困难多很多的印度 目的就是要分散风险 在一连串的所有这些事情里头 加上了2020年的COVID-19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使得中国的经济 内需经济不好 重创中国的经济 中国也进行了清零政策 开放之后 现在中国面临了实质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总结来说 过去自从邓小平喊出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历了几波重大的经济危机 最大的一次危机是1989年天门事件 那次是一个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接着是1994年进行了国营企业的改革 当时朱镕基说了一句话 我准备了100个棺材 99个人给贪官物理躺 最后给我自己躺 然后他就整个下岗工人非常多 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是中国变成了加入WTO世界工厂 下岗的工人后来就重新的回来 然后接着没有多久 2008年金融海啸 所以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中国有受到重创 但是中国在那个之前 就先处理掉它内部的问题 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 中国有受到影响 但没有像1994年的危机 来了那么的严重 而现在就是中国 类似1994年 非常严重的治安时刻 很黑暗的时刻 但是1994年的中国 不是美国要唯独的对象 也不是美国要全面秀利的对象 而且它还有很丰沛的劳动力 可以去进行它原来的 劳力密集的产业 它并不需要产业升级 它只是把一些国营事业 必然破产的进行下岗重组的工作 而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全世界 德国也进入衰退 现在是停滞 然后欧洲没有办法成长 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美国基本上不是出口型的产业 它是一个内部消费型的 所有出口产业都不好 中国自己本身也不好 因为其他的需求变小了 所以它出口不行 那经过这几年下来呢 中国人喜欢买房地产 然后房地产开始下修的时刻 它的内需经济就垮掉了 而中国过去房地产有一度是 在GEP的三成 后来占了两成左右 最近几个大的房地产公司 都出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曾经称之为 叫首富 碧桂园 龙头老大的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被恒生指数正式的剔除 我们刚刚告诉大家 从今年来 它股价跌了将近79 然后最后它违约了 然后呢停牌了 正式的被恒生指数剔除 碧桂园在危机里头越陷越深 这代表什么 就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境 是雪上加霜 碧桂园的金融危机会有多大 它为什么会重创中国经济 告诉大家碧桂园有多大 它不是一般你们想象中的 台湾的房地产公司 它每次盖房子 都是20万套 10万套 然后好像盖一个小城镇一样 好像一个三峡 所以这个几十万的房子 通通都是我的 这是碧桂园的盖法 所以它在全中国有数百个城市 里头呢有几百万套的房子 这样的一家公司倒闭 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 它是中国房地产的老大 而我们刚才在前面 为大家报道 像恒大 恒大房地产 或者昨天为大家报道了 恒大房地产 从2021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它违约的状况 后来进行了债务的重组 一直延续到现在 它正式的向门海外房约 说我海外的债券 要再次的重新重组 它也违约了 会议表示 中国房地产 是世界经济里头 最重要的单一行业 这跟美国刺激房贷风暴 可以让Lemon Brothers最后倒闭的状况问题是一样的 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 一般人民喜欢买房子 以及把大多的钱放在房子 然后房子是个银行贷款 所有都通过绝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危机 他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单一行业 但别指望北京能够将他们从维持中国以后救出来 为什么 因为破洞太大 所以中国现在不可能去救碧桂园 不可能去救恒大 它必须救的是什么 它必须救的是银行 所以它最近宣布了一个非常大的降息 但这个降息本身呢 帮助并不大 告诉大家现在的问题有多大 根据估计光是恒大 申请保护破产 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拿出一兆美元救助计划 那更不要讲碧桂园 更不要讲碧桂园后面可能还有其他的房产工程 因为不可能只有这两家 只是越大了 现在越容易倒闭 那彭博社的看法是认为 中国的降息幅度虽然是2020年以来最大 可是这个降息不足以挽救这个危机 那中国有一些专家认为说 过去呢 中国的危机没有这次这么大 但它有朱镕基 后来又有王岐山 好 那某个程度来说 在2008年的时候 有像王岐山这一类型的人物 它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在经济学从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 就教我们一件事情 信心对重要 如果你对政府有信心 而政府告诉你 我会担保哪些哪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经济危机比较容易过关 如果人民对现有的政府 信心是不足的话 那很可能这个危机 就会滚雪球越滚越大 这是1929年大萧条 教经济学 跟教导我们后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习近平希望掌握所有的政治控制 在习三任上海的时刻 他想到是延长他的任期 想到是全面的政治掌控 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危机 所以现在的习近平任内里头 他的总理是李强 那其他的他的内阁里头 没有人看到一个像朱镕基 王岐山这种 人们看到他具有信心的人物 中国在2011年欧债危机之前 他也面临美国对他很庞大的压力 要求他人民币生时 当时中国的温家宝 跟其他的一些像总理 或者副总理这一类型的人物 他们还会从欧洲找到一些经济学家 或美国找到一些经济学家 来帮助中国如何重整他的经济 他们给予一些很宝贵的一些意见 可是那个时刻 中国有相当多的重要的政治人物 是亲美 是亲欧 跟他们这些经济学家 都有很好的关系 可是在习近平的任内 他要的是亲他自己 都是他的亲信 都是他的秘书 他们并没有太好的海外经济学家 可以作为一些诺贝尔德哲 这些人可以很聪明地来办法他如何整理 这么困难的一个问题 所以中国的困难虽然比过去更大 他可以得到的资源 比过去更小 而他现在危机比过去更大 但是他政府呢 给老百姓的信心 因为过去更小 而现在呢 中国干脆就不要公布 他的青年失业率 他说我不要公布了 省力影响大家信心 这是多么愚蠢的决定 你一不公布 所有的人把它变成议题 你反而重创了信心 因为上次你公布是20.4% 后来就在上升 大家已经接近五分之一的青年 应接毕业生是没有工作的 那他就叫他们说 你就下乡啊 下岗啊 你就可以进入党里头服务啊 可是年轻人并不想这么做啊 他不想这么做 那就不公布这相关的一个失业率 最后的结果 你的不透明化造成的情况是什么 是更没有信心 这就是危机不断不断加重了 一个危险的一个讯号 那中国的危机只会在中国吗 中国崩溃了 中国崩溃了 是世界经济跟亚洲经济 也跟着崩溃 所以詹利亚伦就说 它会有益出效应 会影响美国的经济 可是对亚洲的影响来得更大 美国的副财政部长也说 中国的经济问题 对美国和全球的经济 都会造成衰退的影响 占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两成的房地产行业 一直是外界观察的重点指标 却是乌漏偏锋 连夜雨 内地房地产最大民旗之一 碧桑元集团 宣布旗下公司一批内地发行 总加近16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在交易所暂停买卖 在这一波中国房地产流动性危机中 被认为是模范生的碧桂元 最终也经不住这一波房市的价量起跌 共11亿党规模近160亿人民币 全在一年内到齐的债券停牌后 意味着碧桂元的资金告清 这也让在港上市的碧桂元股价 在14号收盘狂跌18% 年代拖累多个中国地产股下跌超过一成 市场担忧后续银行坏涨增加 更导致港股的金融栏筹全面下挫 除了碧桂元再有内房企业出问题 云洋集团未能够在最后分限期之前 上付一只票据的2094万美元利息 出现债务违约 相比碧桂元 属于国有企业的远洋集团违约 对市场信心的冲击更大 而这已侵蚀到中国的金融系统 中国最大民营资产管理公司中子集团 其资金与房地产千事万率 旗下的金基母中龙信托 截止到8月 累计至少30党理财产品到期未能偿付 一场从房地产危机 蔓延到金融系统的风暴 恐怕已再酝酿 世界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国内经济恢复也面临需求不足 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交织等制约 力图重振经济增速的中国官方 即便利多政策频出 下半年开局的7月宏观经济数据 依旧为明 4月4月 市估计 但是uktこと第一次啦 戶此花 ambition 都在其课的说明 底下是很快的 核达 Nabucot verr 一个 terrifying经济的 父亲吸收到 点出面的 估计 rebus 这些收捕 公布7月经济数据同时 人民银行注资降息 量价工具启发 一再重振增长 就加深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失速的疑虑 涌现资金避嫌出逃情绪 15号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扁破7.33 收盘四连叠 创9个月来新低 中国7月尾名的数据也产生外溢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经济恶化已冲击在华营业的 美国企业业绩 美国财长叶伦就警告 中国经济放缓对亚洲邻国的影响最大 对美国来说则是个风险因素 而包括大摩小摩与巴克莱银行等 各家机构纷纷大幅下调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以至4.5%到4.8%之间 并把增长乏力的矛头 指向投资疲软与房市的低迷 让我给你一个数据 70%的中国人的货币 是在现实货币 当现实货币下跌 它并不影响市场 它影响中国人的货币 所以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的货币 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 谈话一线 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让消费陷入保守 根据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人民币存款再增加20.1兆 比去年同期多增1.3兆 高于往年水准 人行稍早的调查也显示 近六成居民倾向更多存款 不敢花钱 这让中国即6月份 CPI零成长后 7月正式陷入负成长的0.3% 中国是否进入如日本在1990年代房市泡沫后的通缩 需求不足 进而降低消费与投资意愿的普遍现象 而这又延伸出中国劳动力市场批软的问题 这一年 job market has been difficult for newcomers says Zhongbo who's 22 and just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along with more than 11 million other people part of what's driving record youth unemployment here it hit 21.3% in June that's one in five young people between the ages of 16 and 24 and four times the overall jobless rate in China Mengzhu has been looking for four months and he isn't hopeful 尽管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中国官方统计 到2025年制造业工人短缺 能有近三千万人 只是中国这一代青年 是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 自我意识最强的一代 他们并不愿走进工厂 而是更向往大城市的摆领 官方人民日报为年轻人就业难 发表一篇树立正确就业官的文章 要求年轻人别扎堆紧承 应该到基层奉献参与国家相存整形 这唤起人们对毛泽东时代 上山下乡政治运动的悲壮历史 在中国网路舆论圈遭到围剿捧击 对我们这一阶毕业生还是比较多嘛 然后目前就业的话还是有点困难 黯淡的经济前景 让庙里寻求慰藉的人多了 北京庸河宫里多数是年轻人 拿着香气求个好工作 旅游网站的统计显示 中国各地寺庙参拜人数 今年以来暴涨了360% 而1999年后出生的占了一半 今年32岁 我希望这女生更加高兴趣 说这女生 她说她在学校里都很疲惧 她说她说她在学校里都很疲惧 在今年中国大学生的毕业季 穿着大学服躺平在校园的空手照片 充斥在社群媒体 《南华早报》说 这场躺平运动 已从大学校园蔓延到城市里 那些趋就低薪 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在中国 在当时的工作市场 被国家的经济下跌倒 有些人开始思考 为什么不离开 如果你想参加联盟 这些人很简单 不要 不想参加联盟 买一家 买一家 结婚 结婚 有孩子 或花得更多 你必须要生存 再怎么努力 也不能出人头地 于是就不想努力了 年轻人低欲望的生活 日子得过且过 躺平运动的蔓延 是对暗淡经济前景的 无声抗议 更反映出中国经济 长期性的隐忧 而失业在中国 更是个政治问题 中国16至24岁青年 有9600多万人 其中在校学生达6500万 官方指这些学生 是否要纳入劳动力调查 统计有所正义 以此为由 不再发布青年失业率 这被视为北京官方 扭转公众对经济感知的一部分 但华尔街日报 引述市场人士的话说 对关键经济数据盖牌 只会打击已经脆弱的信心